老先生随后要去开药 就直接被薛阳拎着领子带着跑了 目睹这一幕的孟瑶和聂怀桑 愣了一会赶紧追上去 孟瑶 阿阳 你快放老先生下来 你拎着人家做什么 聂怀桑 薛阳 有话好好说啊 你做什么拎着老先生啊 薛阳听到后头也不回脚步 也不停地说道 哎呀 他太慢了 磨磨叽叽的 没看师兄都痛成那样了吗 放心吧 相信我 他不会掉下去的 孟瑶顿时叹了口气道 阿阳 你非得拎着人家衣领吗 不能好好走吗 聂怀桑 就是啊 你快把老先生放下来 薛阳气急败坏 等他走到师兄都痛死了 孟瑶 师兄还没这么弱吧 聂怀桑 为兄以一笛千的实力 可是摆在那里呢 老先生 我说小娃娃 你师兄到底男的女的 那么一点点伤口就痛成那样 薛阳 我说老头 我师兄是你能说的吗 老先生 我行医看病多年 还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 薛阳 那你现在见到了 老先生 你 薛阳 老头 这么看来你没什么见识啊 老先生 你什么意思 薛阳 意思就是你 见识得太少了 老头 你不会不知道吧 这个世道啊 最不缺的就是坏人 还有就是 像我这般嚣张的人 随后便加快了速度 老先生没什么准备 就被拎着领子狂奔 回忆结束 老先生 好了 这位师兄 把你的脚给我看看吧 魏无羡 老先生 是我师弟不懂事 还请见谅 老先生瞥了一眼薛阳 看着他不服气的模样 不禁笑了笑道 这位公子 看来你的师弟 是被你宠坏了吧 魏无羡 老先生此言诧异 薛阳文言有点迷茫 师兄是什么意思 莫不是不想 认我这个师弟了 魏无羡接着道 我也就两个师弟 不对他们好 对谁好 薛阳文言 微微勾了勾唇 眼里的泪水 不经意地流下来 梦瑶文言 看向薛阳 一个转身挡住薛阳 低声道 阿阳 不要让师兄担心 薛阳用衣袖 擦掉在脸上的眼泪 看向梦瑶 撇了撇嘴道 用你操心 梦瑶转身 看向薛阳 你能不能有一点 作为我师弟的态度 薛阳 梦瑶 你不如做做梦 梦瑶咬了咬牙道 薛阳 薛阳掏了掏耳朵道 爱 小矮子 我听到了 梦瑶 你给我闭嘴 薛阳 放心吧 我不会没事找事 梦瑶 最好如此 老先生看到 魏无羡伸出来的脚 不禁震惊道 你这是撞到床脚 开什么玩笑 谁能做到 你还真是坚强啊 随后 看向薛阳道 小娃娃 是我误会你和你师兄了 你这么着急 是有道理的 薛阳 你看看 老头 我说得没错吧 你还慢慢吞吞的 老先生自动忽略了 他那嚣张的语气 看向魏无羡道 这位公子 你可否告诉我 你是如何撞到的 魏无羡 我能告诉你实情吗 随后求救的眼神 看向蓝望鸡 蓝望鸡对这种 也不太擅长 所以看向蓝熙辰道 兄长 蓝熙辰瞬间提起精神 弟弟有难 怎么能退缩 随后看向老先生 语气肯定道 魏公子是撞到桌脚后 又不小心跌落在地 更恰巧的是 那个椅子刚好撞在 他的伤口上 于是就成了这般模样 魏无羡看着蓝熙辰难以置信 则无君 这是犯了说谎的家规吧 蓝望鸡皱了皱眉 兄长犯了蓝氏家规 蓝熙辰此时也意识到什么 看向蓝望鸡 眼里有点慌张 刚刚自己说谎了 在望鸡面前的形象 该不会崩塌了吧 蓝望鸡看向兄长 正准备说出那家规 五遍冷冰冰的话语 就被魏英攥住了袖子 蓝望鸡看了看卫英抓住的袖子 又看向卫英 眼里满是疑惑 卫英摇了摇头低声道 蓝湛 这次可不可以不罚兄长 蓝望鸡 兄长犯了蓝氏家规是事实 为何不能罚 卫英 兄长是为了我们才说谎的 蓝望鸡 兄长是自己说谎的 我们并没让他说谎 为何成了我们的错 卫英 我并不是说你和我有错 而是因为兄长此次是因为我们才说谎的 所以 能不能放过兄长 蓝望鸡 我是蓝家长伐 不可包庇 卫英 可你之前也包庇了我啊 蓝望鸡 你除外 卫英 蓝战 守护灵在旁边气得牙痒痒 阿英 什么兄长 蓝西辰什么时候成了你的兄长 我怎么不知道 爱爱爱你 怎么就这样把自己卖了 蓝西辰也有点无奈 这两人声音真当自己听不见吗 都是有灵力的人啊 随后转念一想 刚刚魏公子好像叫了我兄长 旺鸡可是追到人了 随后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蓝旺鸡此时也意识到 卫英刚刚叫兄长了 耳朵渐渐红了起来 卫英这是知道了自己的心意吗 聂怀桑捏着扇子难以置信 这是吃到了前线的情报 魏兄叫西辰哥哥兄长 什么情况 自己也就出去一会儿 怎么兄长都叫上了 不错啊 蓝二公子行动迅速啊 孟瑶也呆滞了 师兄为何叫二哥兄长 师兄这是 老先生也有点猛了 所以现在是什么情况 说谎 骗他吗 他这么好骗 薛阳直接开口道 师兄 你叫谁兄长呢 魏无羡突然意识到 自己叫了泽吴军兄长 瞬间有点不知所措 急忙解释道 抱歉泽吴军 我不小心跟着蓝战喊你了 蓝西辰笑着说道 吴是的 魏公子 如果可以 你也可以跟着忘记叫我兄长 魏无羡摇了摇头 这样不合适 蓝西辰 吴是的 魏公子 我可否叫你吴县 魏无羡 可以的泽吴军 老先生在旁边感受到八卦的信息 两眼发亮地看着魏无羡和蓝忘机 聂怀桑也死死盯着蓝忘机和魏无羡 似乎不盯着就会错过吃瓜的前线一样 梦瑶咬牙切齿地看着泽吴军 二哥居然哄骗他的师兄 薛阳 泽吴军 我师兄可不是你的弟弟 魏无羡回过神来道 是啊 泽吴军 我叫你蓝大哥可好 蓝西辰点点头 也好 吴县 魏无羡扬起大大的微笑 蓝忘机看花了眼 薛阳 师兄 魏无羡 好了 阿阳 以后就叫蓝大哥 不要这么无礼 薛阳撇了撇嘴 看向蓝西辰道 蓝大哥 魏无羡满意地点点头 魏无羡 阿瑶 你呢 孟瑶呆滞了一会 叫蓝西辰叫蓝大哥 之前都是二哥 现在 魏无羡见孟瑶没有反应 也不想逼迫他 准备说要不就算了 孟瑶露出标准 微笑出声道 蓝大哥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蓝西辰谎了神后 回过神来道 好 随后又道 孟公子 我叫你阿瑶可好 孟瑶愣了愣 自己还配得上这句阿瑶吗 随后又露出标准微笑道 蓝大哥想怎么叫都可以 蓝西辰 好 阿瑶 好 以后还请多多指教 老先生看着魏无羡道 你这情况有点严重 我这边呢 给你开点药 你要按时吃 最近辣的那些还有酒可就别吃了 魏无羡瞬间失落地看着蓝忘鸡 蓝湛 蓝忘鸡 魏英 要听医师的话 老先生笑着看着两人 原来 吃瓜的第一线是他 聂怀桑也看着两人 露出笑意 我的话本有素材了 老先生开完药方后 便起身看向薛阳道 怎么样 老朽可以走了 薛阳撇撇嘴道 走吧走吧 老头 腿脚不便 还是少走路为好 老先生 你呀 果然是看出来 薛阳看着老头发呆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前世的自己断了纸 瘸了腿 终究换不来一个真心带他的人 而这一世 有了真心带他的人 看到你的伤 终究是感同身受 老头 看来小娃娃有什么故事啊 薛阳 你赶紧走吧 我能有什么故事 老头 小娃娃 那我走了 薛阳看着他行动不便的模样 终究是嘴硬心软道 走吧 我带着你 就当作是你治疗我师兄的报酬吧 老头笑着摇了摇头 那就麻烦你了 薛阳 举手之劳 不必挂心 随后便带着老先生走了 魏无羡看着薛阳笑了笑 阿阳就是嘴硬心软 都不想打托 你 是啊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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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